我是奥峰,也是秦城著名的废物七少尹的玄幻多人剧《奥峰》,作者风行烈,三十刻度工作室,精心制作。 第1208集 奥峰,你是说你那个奇异的空间? 那个空间,连数十万大军都能装得进去? 不是说那个空间时间流和外界不一样吗? 倘若时间流相差太远,即使家人送进去,时间久了,也会消磨掉大家的斗志和气势的。 奥峰却是自信一笑。 放心,这些都不是问题。 风云空间的存在,奥峰并没有隐瞒身边的朋友,但是众人对风云空间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,所以他们都严重低估了风云空间的作用。 如今的风云空间,地域越发的广阔,一直在持续稳定的成长中。 前阵子,在南方,奥峰将众人带来的人送入空间内,转移到北京的时候,曾经用精神力探查过这片土地。 他惊骇地发现,这片空间的领土已经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,甚至不亚于诸神东南西北四大联盟的土地了。 这应该是和他的实力成长有关,而与空间相辅相成所产生的能量,也从极细微的地步到了可以清晰瞧见的一点细流。 即使在浩瀚的精神海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,奥峰还是可以肯定这是纯正的黑色。 黑色能量,军林者的力量,奥峰相信自己正在走的,正是秦妃于口中的军林者创世之路。 继续这样下去,等自己成为军林者的那一天,风云空间就会发生真正的蜕变。 即使现在,他的精神力便足以延展到风云府的传送门之外。 也就是说,他完全能跳过风云空间,直接将人送到北境里。 虽然这样,要耗费掉很多的精神力,且没有直接收入风云空间本身方便, 但也能避免大军一个个从北境传送门出入浪费时间。 以及与诸神时间流不同的问题,某种程度上,这已经是跨位面的空间跳跃了。 或许再过不久,他就能真正掌握这个特殊的能力。 且奥峰如此信誓旦旦,众人的心思也活络了起来。 他们知道,没有把握的事情,奥峰是绝不会说的。 但若果真如此,那就可以利用这个便利做很多的事情了。 这简直就是诸神大陆战争中的至尊宝器呀。 荣洛兴奋地边想边道。 看来我们不止可以去抢魔精炮,还能为前线的战争分担掉更多的压力了。 有了这个空间,我们完全可以像灭神教徒他们那样偷袭敌人落单的军团。 如果能在他们会试之前干掉他们几路强兵,到了决战的时候就轻松多了。 奥峰的眼神同样兴奋,他的脑筋一向转得很快,也想到了很多东西。 不错,但夺得魔精炮才是目前最重要的。 我们要先将这个弄到手才行。 这恐怕不容易,从他们的行军路线来看,短期之内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出手。 一直在旁边插不上画的蓝随风忽然出声,绣眉微微扬起,指了指地图上的箭头。 大哥你看,凤凰谷那护送魔精炮的四大军团,从凤凰谷的中心地带出发,所走的几乎都是凤凰谷最中间的道路。 这些路上,极少有不能构建传送阵的险地。 远古魔精大炮虽然不能用精神力锁定,放入空间戒指等物品中,但却能够通过传送阵。 他们在城内控制魔神坛,那四大军团实力又非常强,我们想在城中虎口夺食,这不现实。 而且,如果离着我们七王城和玉剑城的地盘太远,我们即使抢到了魔精大炮,运输也会是个问题。 抢到火炮之后,我们也必须护送它出来,这段时间是最危险的。 若是深入凤凰谷腹地,只怕附近其他的军团接到风声后,随时会围追截堵过来。 他与生一顿,白皙的手指又点了点地图上的另外一处地方。 依我来看,这里才是我们最好的夺取魔精大炮的地方。 傲锋顺着,他的指向看过去,却是地图的右侧部分,靠近凤飞城的地方。 蓝随锋神情专注,俊美的少年身上此时散发着一种异样的风采,言辞流畅,侃侃而谈。 这里已然接近了四大联军的会合之所,但同样的,与七王城和御剑城也很接近。 这里有一处险地,万延山,地形复杂,最适合伏击。 只要我们在这里得手,进入下一个城市,清临城之后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城池拿下。 然后只要经过三次传送,就能抵达七王城境内的繁星城,这是最为安全的线路。 另外,如果想要夺取魔精炮,以我们这些人和赤裂一个军团的兵力是远远不够的。 至少要再调集两到三个军团过来支援。 而我们此时地处遇见成最西部,附近没有员兵,其他军团都在向七王城赶,暂时也无法过来支援。 所以,我觉得,我们此刻要做的,是先把周围一些零散的军团肃清,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,然后再向七王城本部求援,请求一名大军王带领援兵到繁星城去与我们会合。 这些日子,我们就去袭击一些零散军团,也可以当作练兵。 毕竟大陆战争已有两百年不曾爆发了,无论哪一家的军队都松懈了太久。 一只身经百战的雄狮和一个刚刚组建的军团,即使其中个人战斗力相差无几,打起来的结果也是完全不同的。 蓝随风终于说完了,他的话严谨有序,十分有理,傲风听得大为惊讶,连连点头。 随风,你似乎很有统帅方面的才华呀。 荣洛、秦奥天等人闻言都笑了,只听不飞云在旁边撇撇嘴道。 那是当然,随风继承的可是兰修大人的血脉,而兰修大人是两百年前大战时期最著名的总指挥。 他带领齐王城将混乱平原节节攻克,其中以少胜多的例子不计其数,所谓有其父必有其子。 随风在这方面也是有与生俱来的才能。 说起兰修,傲风情不自禁地露出一抹怀念的笑容。 他这位老师虽然是温柔如海,但强势起来也同样很惊人。 兰修的智慧和驾驭下属的能力毋庸置疑,早在光芒大陆他就将洛兴城治理得紧紧有条。 如果没有兰修,七王城恐怕也发展不起来,而今他又为他带来了兰随风。 即使对军事懂得不多,奥峰也明白,超过一定程度的大型战场,个人实力就很少能影响整个战局了。 而这个时候,看得更多的便是指挥者的能力,一位名帅一个人就抵得上十万大军。 看样子,这次我们行动的指挥官又着落了,暴风欣喜地看着自家小失地,兰随风有些不好意思地抓着脑袋笑笑。 比起父亲大人,我还差得远呢,倒是现在,我们所处的地段不是很好,周围没什么落单的军团,原本凤凰岭附近的三大军团也即将会失,我们要深入一些才能找到下手的对象。 那也未必,不用那么麻烦,我看,这里就不错。 暴风微微一笑,也伸手指了指地图的某个地方,众人向他所指之处看去,奇奇哑然。 本集结束了,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